今天是我们永业银行 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按照惯例 我要先报告一下这个 今年的业绩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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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业 哎呦 这秘密妈妈写了一大堆 可是我们那个唐经理啊 又去法国界谈生意了 陈晓晓 陈晓 来来来 你过来 你 你来替我念一下 我呀 我不行 爸让你念就念吧 我哪行 不行 快点一下 去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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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应该用不着这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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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事 银行今年的业绩比起去年 大幅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啊 哎 但是你们不要太骄傲 不要太自满 因为呢 我们银行去年爆发了一次 大规模的取钱事件 撇开这个特殊的因素不说 我们银行今年的增幅 其实只有百分之四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数字 你们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 那就是 爸决定给大家增加 百分之四的工资的同时啊 还要给大家增加一个月的分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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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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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不错嘛 真的进步太多了 进步太多了 还学会调节的气氛呢 这不是谁教你的 对啊 要不要感谢一下同事啊 呃 其实啊 我 我要好好地感谢一下 高林定老师的同事啊 我还要特别感谢 嗯 一团污渍 一团污渍 什么一团 一团污渍 对 爸 就是 银行会议室门口玻璃上 那一小块污渍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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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 啊 好乖 刚刚说你有进步 你又乱来了 爸 别说是真的 爸 嗯 要是没有那小团污渍的话呀 我就不会去擦它 你也不会来骂我 要不是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我也不会现在这么努力地去改 改我以前的这些缺点 呃 所以我要好好地感谢这团污渍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次听着他当众讲笑话啊 好不好笑啊 笑笑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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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月亮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啊 带来非常多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哦 哦 月亮 呃 这几天晚上我听你在那边弹钢琴啊 在那边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的 把我和你奶奶吵的啊 我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哦 那 那是因为啊 呃 高老师跟我说过 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工作都很辛苦 晚上弹弹钢琴呢 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那你要不要弹一首 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一首好 好 电影 4人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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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10支援 5人 5人 1 5人 5人 我要教你 献给爱丽丝 你很快就会知道 爱情其实是很甜蜜的 郭瓦祥 我送你去医院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也觉得你那些 古怪的行为很好笑 很可爱 可是慢慢的 你让我觉得很累 有时候我都 不觉得自己 是在当你的朋友 像是在当你的妈妈 要是这么下去 蓝姐老了 我就得接她的帮 一辈子照顾你 可是我是个女孩子啊 我也希望别人来照顾我 我还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要恋爱 我要结婚 我还要生小孩 我不可能一辈子 这么跟你混下去 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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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valores 侯羯 许ű串 真不错 真是 、真是 先生、请 老 quantify 其实 这些日子里面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我很想对一个人说 桂花香 你愿意再跟我做好朋友吗 这些日子你都没怎么理我 可我还是会想起你 工作的时候想你 弹琴的时候也想你 桂花香 我已经学着没有那么依赖别人了 我也不会再像你的孩子了 我 我在努力地学习 做一个正常人 即便我知道他很难 但是每每我想起你对我说的话 我就会坚持下去 桂花香 我现在已经学会跟别人握手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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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去啊 明llo 抓住 导致 好 好好 月 你好 好 握手 你还愿意跟我做好朋友吗 桂花香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呀 我现在都可以跟洋人拥抱了 我 我现在改了很多了 我想拥抱你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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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香 太好了 桂花香 我们三个又能像以前一样了 你也要答应我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许再生气 不准再离开我们了 我们三个永远都是好朋友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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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哥 不得拉拉 咱们很多日本人 日本人哪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之前变好的关系 梁东是我的亲弟弟 因为生活太困难 你不要讨论我 你一定要镇定 千万别紧张 要是让他们怀疑了 他们是会打人的 记住了啊 来来来 来了来了 谁呀 哪里 没压力 有 有 大 王爷 王爷 师父 武人稍微慢点 潘老板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偷晕 回头 回到 capacitance storm MOD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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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 加油 我 老门 程大哥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啊 刚跟几个朋友吃完饭 路过这儿看你灯的还亮呢 路过这儿看你灯的还亮呢 门口有一个车付出啊 你叫他十一点钟过来接你啊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我也该回家了 是 是 是 走吧 来 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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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了 蓝姐 你脸怎么那么白啊 是不是生病了 你们蓝姐是铁打的 不会生病的 曲姐还没来啊 好 那我们开始开会吧 不好意思啊 我又迟到了 好 抱歉啊 程老板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袁强 是我表弟 在香港一家英国银行做过副经理 你不是说你的会计部经理刚走 还没请到人吗 蓝姐 我们这会议不方便有外人 麻烦请他们三个到外面等 程老板 对不起啊 我介绍完他们三个我就得先走了 我那几间赌场 今天是周年纪念 理解一下啊 他叫陈海文 学历很高的 知道吗 他和易祥是老朋友了 曲姐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的会议 要商量很多很多事 麻烦你请他们三位出去吧 唐岚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不知道我也是银行老板之一 有两成股份吗 你个打工的总经理 拜托你弄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再说一遍 麻烦你 请这三位出去 唐岚 你现在被开除了 程老板 我要你现在马上开除唐岚 总经理这个位置 以后我自己来坐 要走的不是他们三个人 是你 你没有资格开除我 程老板跟所有的人说得很清楚吗 在这家银行里 我说的话就等于他说的话 现在我代替他说一句话 请你和这三位都给我出去 唐岚说得对 他让谁走谁就走 直接包括你 甚至包括我 程亦菲 你这是过河拆桥啊 你求我救这个女人的时候 可是什么好话都说尽了 就差没哭出来跪在我脚边掉眼泪了 现在人救出来了 你就翻脸不认人 没错 你是帮忙救过我 可我真正的恩人是程老板 这家银行可是程老板的命根子 我虽然是一个小女人 可要是谁敢打这家银行的主意 我会跟他拼命的 你跟我拼 拿什么拼 谢谢 这件事今天就说开了吧 程亦菲 你想公了还是私了 想公了 我马上找一帮律师和你们打官司 打到总董那儿 要想私了也行 我说一句话 明天就会有五百个乞丐到你们银行开户头 翻来覆去地存钱取钱 还有你唐岚 你还别吓我 要是以前我会害怕 可是现在我没什么可怕的 你别忘了 我是从沦陷区回来的 当时差点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是程老板跟月亮救我 我现在没什么好怕的 我唯一怕的就是对不起他们父子俩 闭嘴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他当然有资格 而且他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我心里的话 你们知不支持唐岚 我支持兰姐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唐经理 我也支持 好 好好好 果然是心灵相通 程老板 我先走 还是那句话 我越来越喜欢做生意了 你放心 我会一辈子缠着你 把这单生命做到底 好 表辉辉辉 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 现在我们进去开会吧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有着会议你不用来了 出去 好 现在开始开会 谢谢 你把今天的意识分讲一遍 老蓝 老蓝 你公公刚才打电话跟我说 你这几天都忙到十一二点 才回家 连吃饭都可以睡着 那满意我给你安排 这么多工作了 好了好了 赶紧走吧 走走走 你等你等会儿 很快了 我还有半个小时 估计就全做完了 都已经七点多了 别再做了 明天再做 别 我 手起来 你要累垮的话 我怎么跟你传疑交代 好吧 我马上就走 我现在就走 收拾好就走了啊 收拾好就走了啊 好 我没想到你了 我没想到我 你快点没想到你了 我给你了 喂 喂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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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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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没收拾呢 走 你是疯了是不是 为什么就想不听呢 我今天要是不打电话给你 你是不是又熬夜干东西了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你要为你的公公婆婆想 他们在猪家里没有亲人 你要是身体垮了的话 谁来照顾他们 还有啊 船要是回来的话知道你垮了 我怎么跟他交代 对不起啊 郑大哥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快上车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可是我真的停不下来 我只要一停下来不工作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出什么事啊 大概在十天前 梁管家告诉我 无论人家 传一在沦陷区出事了 那天日本人正好 在做人口调查 传一看到日本人吓坏了 把腿就坏了 一直被追到苏州河边 被尚中了散墙 陈毅 掉进火里 死了 唐来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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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啊 我马上派人 到轮陷区去查查看 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别急 别急 是真的 用不着查了 陈毅真的死了 连管家到轮陷区去 去看她侄子 亲眼看见她侄子 把轮陷的尸体 从河里捞上来 她当时口袋里 还放着一封信 估计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至于信上写了什么 已经看不清楚了 所以以后 我再也见不着她了 对不起 程大哥 我真的停不下来 我一分钟都停不下来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 我 这是我不敢告诉我的 公公婆婆 我怕他们 我怕他们会受不了 当地的老百姓 看到日本人追船衣的时候 脸上居然还带着笑 这帮畜生不如我的东西 我林泉衣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我很想见她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你怎么办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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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夫妻俩到底 到底欠日本鬼子什么了 我真的很想哭 可是我怎么样都放不出来 已经十天了 我一定也累得没跳过 你现在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回银行 我打电话叫月亮来陪你 公公婆婆那边 我会找个适当的时间 去跟他们说 你别 你 你别说 你自己挺住 挺住 别来垮了 自己别挂 懂吗 好 来 轩衣 救命啊 我 哭吧 哭啊 这天的苦 都哭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是传义的义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卦 你活着的时候 整天都在算钱 还说六十万才够 你到现在呢还用得着啊 放心吧 我会继续存钱 我一定会给爸妈养老的 我带你老婆取了一个外号 叫铁兰 就是铁兰的唐门 包装那么大事 他要照顾你爸妈 还要替我管理银行 还要替我管家那个傻小子原谅 你说他是不是铁党的 你说他是不是铁党的 兄弟 安心地走吧 日本人很快就会投降了 日本人很快就会投降了 等投降的那一天 我什么事都不做 跑到你坟前 第一个告诉你 通通快快地给你喝一杯 就要请我 这一天很快就会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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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地走吧 不得到你坟前 少爷 我们回家了 我们回家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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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密码给赶了 你的生日是二月四号 我的生日是七月一号 密码更新为二次七一 爱你七次 阿兰 来了 来来来 坐 曲姐 来 快坐 让我瞧瞧 脸色好多了 你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大家都特别担心你 来 坐吧 我问过厨子了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你看看 还要不要再点点别的 曲姐 我知道你是个直性子的人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别拐弯抹角了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直来直往的人 一句话 你给我让条路 怎么样 让条路 让什么路啊 辞掉银行的总经理 你开个价 我现在就给你 你今天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开这种玩笑吗 我是说真的 你也明白 咱们俩都这么要强 以后要是万一斗起来 只能让义妃和职员们 夹在中间为难 你也知道 这两个女人要是斗起来 比男人还会撕破脸 对不起 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唐岚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然知道 但是曲姐 几个月前 你来我家祭拜传一 你还记得吧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丈夫 也没有子女 她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想说的就跟我上次开会时 说的一样 我没什么可怕的 我唯一怕的 就是对不起程老板和他的子女们 我不想跟你撤 我跟你讲讲情理 什么情 什么礼 先说礼 很简单 我在银行有两成股份 你呢 没错 你确实有两成股份 可是程老板有八成呢 他也说过了 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好 那我跟你讲情 你这条命是怎么捡过来的 我告诉你唐岚 你现在就是跪下来给我珍杯茶 叫我一生救命恩人 都不为过 曲姐 真对不起 我不会这么做的 你也用不着跟我来这一趟 你自己默默良心问问 你是真心想救我吗 你不过就是 做了一桩生意而已 如果程老板少给你一分钱 你还会救我吗 现在有这么多中国人 落在日本人手里 你怎么不去救 我倒觉得 你应该好好谢谢我 就因为我 你不但多做成一笔生意 你还得到两冲银行的股份 难道你不应该珍杯茶 跟我说声谢谢吗 好 有种 怪不得程老板叫你铁蓝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行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来求我 时间不用很长 一个星期 咱们走着求我 再会 爸 妈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 阿兰 传一没死 他还活着 是啊 我们也刚知道 那天传一他并没有中枪 是让自己跳进河里 等什么鬼子走了以后 他就游上了岸 他呀 现在躲在沦陷区的一个隐蔽的地方 我 我们的儿子 没有死了 传一还活着 这是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 你看 这是传一写的信 报平安的信 这可惜传一没告诉我们 他住在哪儿 要不然我们该去看看他 这种信 查得很紧的 要是让日本鬼子知道了 那可得了我 老爷 按理说 应该不会错的 我一直是 看着少爷长他的 难道说 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看你看 你也说应该 说明你自己也没把握 再说人泡在水里 脸都变形了 我都认不出来 你怎么会认出来呢 少爷为死 那就奇怪了 如果那个死尸不是传一 那他身上穿的衣服 可是传一的 还有 他手上戴的戒指 也是传一的 刘太太 那枚戒指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 买的吗 是啊 戒指是没错 一个戒指说明不了什么 也许啊 咱们传一上岸的时候 碰到一个强盗 把他的衣服和戒指 都抢走了 后来跑到河边呢 正好碰上日本人 打了一枪掉到河里 咱们当是传一呢 对 真是菩萨保佑啊 我得赶紧啊 给列祖列宗上香 好好好 什么声音 好像是厨房那边的声音 是不是传一回来了 我得赶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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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 川普的眼影 什麼是寂寂 給了我一個不一樣的意義 不管黃蜂還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著憧憬 還沒有放棄 依然存在心中的軌跡 眼前的障礙不管是否詛咒 還是個祝福讓未來去感受 你讓我真切的相信堅持到最後 就是幸福出現的時候 看著你祝福在心頭 多少個春秋 陪著你不管天長和地久 相信你也感動了天地一切的詛咒 就讓祝福釀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滿天的黑雲 月亮就在背後 你讓我真切的相信堅持到最後 就讓幸福出現的時候 月亮就在黑雲的背後 我看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